华联大地震至今 消防的搜救重点限缩到了沙卡档的0.85公里处 因为稍早特搜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只灰色的鞋子 不过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身份 因为家属稍早是认为是新加坡夫妻的 但是也在稍晚就否认了 而我们的记者也独家拍到新国的家属抵到台湾 更带了衣物希望可以赶紧找到人 但是现在搜救的点也越来越缩小了 因为不只有德国游客拍到这对新加坡夫妻 在地震前的20分钟出现在大景观平台 现在也有三间屋的居民走了两个小时 跟救难队说在大水管处有闻到怪怪的味道 担心是有人被押住 所以现在搜救人员也持续的搜索当中 德国那个两个客人在联系 才说我有发现是不是这两个 地震前二十分钟有游客在大景观平台拍风景 没想到刚好就拍下身穿红衣和蓝衣的新加坡夫妇 最后身影曝光地点就在山苏园观景台 搜救人员先在沙卡档零点八五公里处找到一只灰色鞋子 不过还是无法确认身份 如今影片又曝光两人在大景观平台现身 距离五间屋约四百公尺 步行约十分钟将扩大搜救地点 地震当下大批土石崩落 德国游客也拍下当时沙卡档的惨况 步道上都是落石断枝 栏杆也被硬生生砸断 而失联的新加坡夫妻一次有可能 在往五间屋路途中的咖啡屋避难 不过搜救人员到场时咖啡屋已经崩塌 八号一早家属也远从新加坡 飞来台湾送衣物希望加速救援 九号我们也独家掌握到 新加坡男子的家人也赶抵现场 快步走上车不愿多谈 看得出家属内心交集 而一早三间屋也传出消息 如今线索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小 搜救人员加紧脚步 希望能尽快找到新加坡夫妻 让家属放下心中大石 华视新闻黄品轩 张士奎 周若萍 花莲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